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一下构图 也就是布局 那我们的布局呢 需要有到这个菠萝绿叶的部分 还有果肉的部分 画的时候只要画一个大概的形状 不需要具体 很多同学在这个阶段画得很具体 等画完了整个形有不对 那改的时候特别麻烦 那我们还不如一开始用笔的时候轻一点 布罗呢 这个果肉部分 还有很多不规则的形状 那我们起形的时候呢 可以像画一个网球拍 或者鱼碗一样的 注意方向要一致 就是这样的线条 画周围的形状 注意形状小一点 中间宽一点 好像我们平时画足球一样 这样显得更有体积感 我们对网格的小形状进行描边 可以用一些不规则的线条来勾画 可以找一些网络菠萝的图片 观察这个小形状 它到底是怎样一个样子 波罗的布罗 或者在形状里面有一些小毛刺 我们根据观察就可以看到很清楚 把这些小毛刺也画上去 画的时候注意不要每个都画一样 轻量有一点点变化 波罗的这些小毛刺也画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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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菠萝的这个叶片会有一些垂下来的部分 它是一个倒三角形的样子 画的时候要从前面开始 从前往后画 从下往走 转发完全退场 这些滑池的fert Mail 在外面盖上走 预防咖啡 旁边的部分我们就可以随意了 根据叶子的形状来控制,多画少,画长画短 叶片往上的位置,它就不会垂下来,所以我们的叶片就往上走 也是从前往盘变化,因为会有遮挡关系 根据叶片的形状,墨罗的整体造型来控制 我们就是画它的发型嘛,这个发型是赤卫头,版也有些平头了 我比较喜欢这个气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OK 這個草稿畫完了 接下來我們用水龍色鉛筆來上色 一開始可以拿黃色 上菠蘿生幾個固有色 固有色的顏色 像蘋果 先拿一個紅色 菠蘿是黃色的 對於一些顏色的小變化 你先不用管它 先大致的把顏色鋪上去 畫這個顏色的時候呢 很多同學喜歡一大片一大片 省事 那麼我們這次畫片 根據每個小型段來填測 因為水龍鉛筆呢 它用水潤開成顏色會加深 所以我們畫的時候可以輕一點 控制不好的同學可以輕一點 也不要畫得太均勻 因為水龍性鉛筆嘛 待會不會用水來潤這個顏色 如果你控制好了可以一步到位 對於水龍鉛筆 因為水龍鉤筆 配合到水龍鉛筆 然後用水龍鉛筆 再用水龍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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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觀察 可以加一些不同的黃色 橙色 如果菠蘿是成熟的 那應該是偏橙色 我们只在不规则图形的周围来补充这样的颜色 不需要全部填 我们不规则图形的这个毛翅附近 我们观察图片可以看得清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右边偏红一点点 右边比较甜 左边偏绿一点点 左边比较酸 画的时候 可以加一点点体积感 我会用一个棕色 把这个体积感 左边画上 左边画上 对 枎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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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罗身体的部分,我们就上完色 接下来画叶子的颜色 我比较喜欢用蓝色 你也可以用绿色 或者紫色 自己喜欢 我用蓝色是因为我觉得 这波罗是黄色的 用蓝色 我就喜欢用蓝色 我用蓝色的颜色 只要不是蓝的特别夸张 也是可以的 觉得蓝的特别夸张 加一点点绿色 两种色混在一起 这也是一种方法 我用蓝色的特别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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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在一页片的部分直接用种子来涂 体现前后 这样我们的菠萝就更具体 很多同学他不注意阴影的部分 就显得这个菠萝虽然很丰富 但是比较平 不会特别立体 withoutput doll 跟一孔见 对 好 对 对 好 工具 叶片也上完色了 我们现在用细一点的水彩笔来沾清水来润它的颜色 像不规则形状里面我润色是按着周围的边界来润 注意底间的含水量不能太湿 可以慢一点把这个干的颜色润开 因为是水溶性的润体 所以呢我觉得最有趣的也是润色这一点 那我们还会遇到油性的润签笔 就是彩签 大家在用彩签的时候要注意 是不是水溶性的 一般包装上会有标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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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页片润的时候 注意要整洁一点 一片一片来完整的交代清楚 知道自己画的是哪个部分 很多同学上色根本就不分自己画的是什么地方 可能一堆就方便顺手 画下去了 我们为了画得更工整 你看前后来龙去脉 完整的画清楚 比如说这个叶片是从这里开始 把杉茜又出来了 每个部分画清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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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叶片有白一点的高光 可以用白色的笔勾勒一下 可以用白色的笔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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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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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 我们再拨一下 补充一点点 我们就画完了 签上这点名字 这种水绒色铅笔画菠萝的方法 非常像幼儿绘本的风格 先上色 然后用水去润 更重要的是 铅笔型的一个具体 铅笔稿画好了 最后的效果不会太差 如果你觉得好 请帮我订阅分享 如果有什么建议 或者有想画的东西 请在下方留言 我们拜拜